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那还有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留学生 有很多海外的留学生回国过年 然后就爆发这个疫情了 现在都还没办法回来上学 像您的学校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的学校可能比较好一点 就是我们学校就居心山大学 四年前我们一千多个学生 现在只有八百多个 因为中美贸易战以后 有的我们收的那种学生 因为他们的背景 有的时候拿不到护照 那么就跌了好几百 其中的拿不到护照是什么样 我已经可能讲了一两次 好像是以前当个解放军 还是有的是 有一个学生 他家里是那个什么福尔山市的卫生局的书记 因为他做过书记 所以家里都有问题 那么对我们来说 到了那八百多个中国学生回去中国的话 现在差不多都可以回来 根本是这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是过年以前要开学 那么我们在放的假期 那个时候12月中一直放到1月初的嘛 所以旧金山大学开学比较早 所以还没有受到开学的影响 对对 可是旧金山实际上呢 好多中 旧金山好几个大学 Berkeley的话有3000多中国学生 因为Berkeley是那个叫quarter system 有的课就是过来或来那次的影响了 可是最受影响的 我们有一家叫美学大学旧金山 这是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英文是做电影的那些 那个学校呢 有一千多中国学生 可是他们放假就是放到过年以后才回来 有个春节 现在听说有差不多35%的学生 没有办法回来 那么对那个实际上呢 我如果是想全美国来说呢 一点的话大家要了解到一点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剩下36万 澳洲有22万 好吧 那么实际上澳洲的问题更大 我待会才说 在美国的话呢 全美国最多中国学生 原来是Illinois,Champaign,Urbana 那个学校呢有7千多中国学生 现在的话听说有1800到2000 有问题回去 好吧 回来了 那么对那种小镇的话影响了 是Perdue 现在也有六五六千中国学生 那个的话那种小镇West Lafayette 这几年中国学生多对学校的经济 他们收学费嘛 中国学生来了美国要给全费的 就算是州立大学还有在外州的费 所以好多那个学校呢 大部分的经费也是中国学生来 依赖这个留学生 对啊 他们不能够回来的话影响了两方面 第一点学校的经费 因为他们都说我不能够回来 我要withdraw withdraw的话可能他们只能够收一部分的费用 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小镇上的West Lafayette 根本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消费者 中国学生 参观也是中国学生 他们全场整个那个市政呢 可能有的时候影响了百分之五十的GDP 好吧 那么第三个的问题呢 就是纽约了 纽约是大都市 那个没问题的 可是NYU的中国学生很多 NYU也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学生回来 租房子可能他们整个学期不回来 他的房子的话很麻烦的 第二点的话 有的是NYU他们在上海也有一个校舍 本来很多那个研究生 也去上海一个学期 可是他们就是因为上海的问题 他们不去了 所以整个学校的话 他们那些学生还要找地方住 如果是留在NYU的话 那么Columbia也是中国学生挺多的一个学校 所以这些都影响得很厉害 只要中国学生比较多的学校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啊 因为你36万在美国 好了你可以看 我如果看到最近今天的报纸也说了 差不多百分之 那个去年的话呢 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消费是131 130亿 那个很厉害 因为我不只学费的 第二点住吃 一时住行 对的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 中国学生我觉得 报约之三十是有一点说是富二代 对 他们买的汽车不是我们普通买的什么Toyota之类的 他们都是买什么Ferrari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131的话是比较 我听说旧金山的很多这个奢侈品商店都受到影响 对啊 你不要说好像是我最近我去看了几家什么 尔美车马四招 进去的我的中国学生进去 进去的所有的受货人都跟他们好熟的 对 那么我觉得现在没有中国游客 没有中国学生的话 我觉得他们影响一定有一半 真的 所以我觉得第二点的话 附近我们的餐厅 还是我也说了旧金山我住的地区 以前是很多广东的馆子 后来中国学生这几年多了 他们都变得活活 现在活活的话又没有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影响 可是影响的最厉害是澳洲 哦澳洲对 您刚刚也提到22万留学生 对啊 很大的一个数字 澳洲的开学呢 都是过了中国年 所以现在呢 人家就说了 差不多影响到百分 澳洲第一点的话 他的大学啊 平均是百分之二十以上 是中国留学生 因为澳洲的人口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还有呢 今年呢百分之五十的澳洲的留学生 不能够回去 啊 百分之五十 五十 那很厉害啊 第三点影响呢 我就觉得是传言来说了 我们在美国的话 每一年申请来美国的留学生 都有好几万八九万的 现在第一点 你在中国的话 有没有办法考TOEFL 对 有没有办法考高考 有没有办法考SAT 我觉得现在的话 好多学校 八月九月的时候 来的学生 低点一定减少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话 这个中国的问题 影响了教育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点 是学员的 就是交换 每一年我们学校 可能好几个 这是中国来的 法律的顾问啊 来我们学校 还有我们学校 有派一大班教授去中国演讲 NYU在中国也有一个校舍 Columbia也帮忙做另外一个 其他学校都有 我觉得这些交换的计划呢 可能影响的很厉害 因为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学校 没有一个教授 愿意去中国去教一年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就算是中国那些要研究 他们是中国的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 来我们学校 我们每一年都收七八个了 我觉得我们他们来的也不容易 现在飞机也是减少 对 还有现在整个的话 就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时期 如果你说中国的四五个礼拜 如果钟南山说那个病毒 已经可能控制了 可是问题第一点 人家去吃饭 可能还有一个时间 学校还要全演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影响 这是很厉害 真的是 看来这个突发起来的状况 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 对 看来大家还要慢慢在研究 怎么样来应对 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对 所以现在的话 因为中国太全球化 所以就影响了全世界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以后 亚洲的经济 今年到明年可能还有一点小问题 好的 感谢邝教授跟我们做了分析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